今天这个视频是有关于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流媒体 流媒体我感觉还是不错的用起来 至少就是能看到后面 先不说八车道吧 只要能看到三四个车道就很好了 你看现在后面这个车至少就能看得到 像如果是原装的话 我把它关掉 什么都看不到 也不是什么都看得看不到 就是调节一下 就只能看到一台车这样子 如果现在把它打开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个 可以看到三台车或者是四台车 就给你的那个出行呢 会安全很多 尤其是并线的时候 然后你们把那个镜头再拉到最右边去 最右边去那个就是 其实本田应该是有一个这个功能的 就是叫做 并线辅助 它是它是设计在这个中间这个车机上面了 你要是并线的时候你可能要按一下 但是我搞了一个就比较土一点的 就是直接在那里放个小小屏幕 那样子更直观的就能看得到 因为很多时候在这种室内 开车的话是很烦的一件事情 真的非常的烦 有的时候它后面的车呢 它也是无心的 你也是无心的 你可能只是想并线 但是它呢 只是想走它的直道 就很容易发生那种寡秤 如果发生寡秤了的话 就能到无所谓 车转了也无所谓 就是很浪费时间 就经常容易扯皮嘛 那我们要去尽量就避免这种扯皮的事情 但包括自己开车的话 有点慢一点 不能太慢 还有就是 如果说你等红绿灯的话 你看到这个前面红灯了 你停在这里等红绿灯 你不要一味的只是看前面 你的眼睛要盯着你的屁股 因为有时候经常后面的人呢 就是它刹车刹不住 就直接怼上来了 这种事情也有的